美国经济上升的话 其实是对全球经济 包括马来西亚 都是可能会有帮助的 美国总统选举靠近之际 大马企业在经商时 应该关注哪些局势变动 作为视华趋势论坛的主讲嘉宾之一 Maybank首席投资总监 卢瑞斌就点出了 其中的几个关键要素 特朗普其实 他是可能 美国的变化 然后他特斯提倡说 我对企业可能税收方面 会比较 美国企业税收方面会优惠一点 对美国企业的管制 可能会宽松一点 这样的话 其实是对美国企业的盈利 以及股市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 但往往呢 我们看到就美国股市上升的话 美国经济上升的话 其实是对全球经济 包括马来西亚 都是可能会有帮助的 特朗普第一次做整工的事 其实我们都比较忙 媒体朋友可能也比较忙 因为特朗普很喜欢随便随便就发一些讯息 然后市场就会有一些反应 所以我们也要做出一些反应 所以这样的话市场波动会有的比较大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要看就是说 其实特朗普在对石油方面 它是蛮 其他美国 就是说自己生产石油 那美国如果石油公用上来的话 其实是对石油价格有下压的一个趋势 那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石油出口国呢 石油价格下来的话 其实就可能不太好 另外连上海资本公司主席 及我来也执行董事 创意总监 也在市华趋势论坛中的其中一场 主题为企业传承 世界不会停下来等着我们的论坛上 分享了他们的尽上心得 在管理上会有欲望跟很大的想法 可是在过程中我发现 当然我们在讲很多创新 新的一些模式之类 其实最近我们在做很多都不在做创新 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做创就 其实马来西亚 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说我们马来西亚华裔的文化 其实它还有很多内涵跟智慧 其实是很多年轻一代他们没有看到 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misunderstanding on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喜欢新的东西 对他们会被新的东西吸引 可是他们会更appreciate一些经典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创新 而是可以创就 把一些传统经典的事情 把它带到新的时代 每一代的创业 因为每一代是不同的年代 刚才我们门头进来 用AI来接应你 以后我看Hotel他们不用了 全部用Robern跟你讲话 这种东西是下一代的CEO 如果我是这个一代的CEO 下一代的CEO 一定要当你是第一代 你不要当你是第三代 人家弄给我 东方的企业 为什么不过三代 就是老豆就讲临别 儿子就讲你是错的 所以老的要向年轻的学习 年轻的要塞在老的立场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